当地市议会候选人扎卡亚·阿米恩和教育委员会候选人阿扎德·巴瓦里 在他们所在的社区开始了竞选活动 很多人对税收基本服务不满意 他们不知道是谁来决定这些事情 当然当我们成为角色者以后 我们会在议会中满足人民的需求 首先我有一个女儿在上学 所以我是一个学生的父亲 其次市里15%的居民是难民 但他们在教育委员会中却没有代表 库尔德人是明尼苏达州 这个靠近美加边境的小城市数量最多的少数族裔 他们希望这次选举能让他们在莫尔黑德地方政府中有一个职位 当然我们会投票给他们 我们将支持他们 任何库尔德人在这里获胜都将有利于我们的孩子 和我们在这座城市的未来 西帕尔伊萨是库尔德美国发展组织的董事会成员 该组织支持库尔德人竞选公职 我会穿库尔德传统服装 告诉人们我是谁 我来自哪里 因为面对面与他们交谈 并告诉他们为什么应该投票给我们的候选人 是有影响力的 正是这种宣传活动为库尔德候选人赢得了移民社区以外的支持 通过与学校系统的合作 我看到了扎卡亚对我们学生群体的影响 声誉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很重要 基于我们对他们的了解 以及他们对这个社区的影响 我将支持他们 我支持阿扎德·巴瓦里进入学校董事会 因为他受过高等教育 他对学生的教育非常有耐心 他理解我们在学校面临的心理健康问题 前穆尔黑德市长威廉姆斯表示 两位库尔德候选人都会给这座城市带来价值 在政治上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你希望他们代表你的社区 我倾向于多元化 不管这个人是不是我的朋友 因为他们给你的是一种不同的思考方式 莫尔黑德学校现在开设库尔德语课程 阿米恩和巴瓦里就是推动这项工作的人 他们希望年轻的库尔德裔美国人 能够抓住在美国的各种机会 美国之音记者达沙默和卡茨 明尼苏达州莫尔黑德报道 文字幕志愿者辞 DNUROS